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特别简单的可是特别好吃的菜 我爷爷喜欢他就不想吃豆腐 什么豆腐了都不能吃 这个一做他就要吃好几顿 现在我们先来一些辣椒和大蒜 然后来点豆腐 这是从Costco来的 因为特别便宜可是也特别好吃 然后一些酱油和盐 来吧你跟我们一起做吧 要是你没有菜地 你可以用这些盆来种 这些辣椒种在盆里比在菜地里长得好 你看这些辣椒 它们就是那个Costco的mini pepper的种子 长出来了 这道菜最好用好几种的辣椒来做 更好吃 老豆腐切厚厚的大块 辣椒切丁 大蒜切小丁 现在你可以用搅拌机来搅拌 可是这会带很多汁 先倒一点点油 再加一粥粥 现在你的饭是豆腐 现在你的饭是豆腐 小心不要烫饱了 现在可以开中火 最好又不粘锅 因为它要是粘上就特别轻理 还有你把它煎到两边金黄了才好吃 最后放一锅 最后放一锅 放一锅 每块豆腐粘剩酱油 就把这个豆腐粘剩下 油热就把这个豆腐粘剩下 你先来加一碗盐和酱油就好了 几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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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一下 用刀切出来的辣椒丁 炒出来的成品汁没有那么多 感觉效果更好一些 现在把你炒好的辣椒放到你的豆腐上 能很好吃 Enjoy 好 好 and make sure to like and subscribe while you're down the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